主持人在会议室的时候 他的控制功能跟其他参与会议的人功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左边的音讯跟视讯的管理 设备的管理是一样的 包括共享荧幕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在主持人的部分 他有一个观众的控制选项 那如果你把这个观众的控制选项打开 这边会出现所有参与的人的名字 那在这边呢 我们通常如果是主持人在报告的时候 就不是大家在讨论的情况 那就会希望就是全体静音 就把大家的麦克风给关掉 那把大家麦克风给关掉 这时候就声音就会很干净 只有那个主持人的声音 那当我们要回复到会议状态要讨论的时候 我们才把大家的静音给解除掉 好才把大家的静音给解除掉 那当然个别也可以处理 个别比如说你去直接点这一个 好 然后可以把它停止视讯 好 他就看不到它了 好 那一样他如果旁边有麦克风 好 也可以把它关掉或打开 好 那这个是主持人的选项 特别的选项的部分 好 那另外主持人这边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项功能 因为我们平常在 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你要讲话要报告 通常很少会有时间去做控制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会指定一个联席主持人 好 那联席主持人就会 就是类似助理 他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些 比如说把画面复制下来 才知道谁有参加会议 或是说把一些 大家在及时通里面讨论的事情 跟主持人做提示 做说明等等 还有做录影的一些动作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 联席主持人的功能 我们就会在群众这个地方 点进来 那群众这个地方 点进来之后呢 好 在在就是你找一个人 看谁要当你的助理 或者是联席主持人 你就选他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箭头 点下去 这里就可以设为联席主持人 设为联席主持人 那你将他设为联席主持人之后 他的权限就跟主持人是一样大的 就可以帮你做那些其他你没有时间做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好 好 那这是联席主持人的指定的部分 好 那当你会议结束之后 会议结束之后 如果你要离开 如果你要离开 你就点选上面的离开 结束 那这边两个选项 这个离开会议就是只有你个人离开 那会议还是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把主持人直接交给下一个 就是那个听众里面的下一个 那或者是你刚刚有设定联席主持人 他会直接交给联席主持人 那这一个上面这一个是直接把全部的会议结束 那大家就会被迫离开会议室 这是结束会议的功能 这样子就离开了 好 感谢观看